台北市新任寧的万年大楼 在下午接近三点的时候 突然大跳电 所有民众相当惊慌 都被疏散到一楼 甚至一度传出发生火灾 位在一楼的日本唐吉柯德 将大门玻璃拉上 不再让民众进入 避免发生纠纷 还在调查 就还不知道要听到什么事 对 还不确定 所以你现在今天就没办法营业 对 台电人员获报后 进入万年大楼 地下室检修 事后追查 台电表示 下午两点五十一分 盈溃线跳脱 造成台北市中正区公园路 延平南路 青岛西路 新宁南路等一带 共一百七十五户停电 幸好很快就找出原因 电力也在一小时后 全部恢复供电 记者张又词 曾明轩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